一后戒备信号生效 将军澳打鼓嶺和屯门等地区 最高陆岛35度的高温 二大气旋位于香港东南大约470公里 预料以时速12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 逐渐靠近广东沿岸 今晚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今早中心的最高风力只是时速45公里 但现在已经达到时速55公里 现在它与岸边有一段距离的关系 我预计还有机会再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和逐渐接近香港的关系下 我们本港的天气应该会陆续转坏 星期三这艘大气旋会最接近香港 所以星期三风势会较大 星期三和星期四雨量也会较多 国温马述赛星期六展开 预测到时会有骤雨 叶文台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 不会吹向协办繁船赛的青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